網路網友1月28日在微博發文說 當地一家超市的新蒜苗比羊肉都貴 野蓮藕過年價格直線上升 根據它發布的圖片 新蒜苗38.5元一斤 紅湖野蓮藕13.99元一斤 該微博引發關注 大陸媒體記者30日前往調查時發現 紅湖野蓮藕已經下調到每斤9.99元 新蒜苗每斤32.8元 同一天當地市場監管部門對該超市檢查 發現一跌疏菜的價格 抵净貨價高出7.35%至33.2%不等 但隨後稱 經營者可根據生產經營成本 和市場供需情況自主定價 因此不構成空台價格 官方結論引發議論 有民眾質疑 中共當局各地市場監管部門 存在不同的執法標準 約一個月前 西岸一家商貿公司 因蒜苗每斤售價7.98元 涉嫌空台密加 遭到立案調查 近來中國各地蔬菜價格仍在飛漲 民間質疑 官方所謂的物價執法 並未起到抑制物價的作用 都是很貴的 都覺得是一個比較濃縱的節日 然後如果別人把物價裁高一點 再次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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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請問一下